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川普现在 得到两党支持 所以使他底气很足 虽然没有达到完全的阴盼的那种要求 回谈了 对吧 他继续在谈 但是整体现在的这个平衡政策 两党没有什么话说 这个有点话说 在以这个 执政的这个党 对他是支持的 那个 最有代表性的是这个苏默 苏默的上次在 川普啊从 这个越南峰会跟峰会跟川军二会的时候对金正恩转身的时候也是 苏默 说你做对 那么这一次呢他转身 他也说你做的对 但是呢 民主党内部还是有人对这个川普不支持的 拜登 这是个但是他属于现在 在野民主党内部在野 不在里头的位置上 但是在这个 有决策权的这个圈子里头 对川普支持很大 这个东西呢 你刚才你也说了是对川普的这个底气的一个来源 很大一部分的程度上 这个 干涂我们不谈中国要反制吗 你如果通过打 打击这个川普的这个选民基础 来 削弱这个 川普 民主党 也许是支持和也许反对呀 但是如果你基于贸易的这个 这个东西上对川普的打击的话 我觉得民主党不会支持你中国 也会支持川普 我觉得可能有这样这种可能性啊 因为选战是两党争夺的一个核心 但是 中国在反制美国的时候 打击农民的方式 打击购买美国农产品的方式 来 通过这个方式来打击川普 我觉得民主党这个时候不会跟中共站在一起 当然 不会跟中共站在一起 这个东西 这就是美国的这个爱国主义 你不能够 不能乱来啊 这是我觉得 美国的总统在外交上的权力 他有非常大的这个 这个这个 独断的权力 在这个时候往往 只会特别重大的一些事情 否则的话一般来讲不太可能反对总统的行为 一般来讲 传承上都是这样 这个也许啊 这个我一下子没想那么多啊 这是个这是一个川普就是他得到了一个支持 但是呢 相对于川普在美国国内两党的支持的话呢 习近平现在面临的问题呢就是这个 压力 有点大 压力有点大 这个最厉害的这篇文章呢 我觉得是梁金写的 梁金就在川普加税之后呢梁金的一篇文章 分析说习近平有可能 提前下课 嗯 哈哈 一个礼拜前的文章 他的分析啊 说习近平有可能在贸易战的这种 打击的背景之下 提前下课 就是说习近平面临着一个 中共体制内部的一些压力 那么现在这个我们这篇文章我们谈到了两个人啊一个是 王岐帆 一个是金灿荣 这两个人啊因为这几天贸易战的问题 他们又习近平现在不吭声了 这两个人反正是实在在说 新闻很多 是吧 王岐帆退休以后干什么 居然还有一篇人写文章回顾 王岐帆退休以后干什么 实际上 就是用这个方式把这个 王岐帆 在中美贸易战 以来他发表的各种各样的观点 借机给他抖出来了 那么呢 金灿荣 为什么出来呢 刚才你也 实际上已经引了个影子 就金灿荣实际上是在 这个过程中呢 是坚决支持习近平跟美国打到底的 而且是用最强的手段 跟美国打到底的这么一个 这个这个这个这样一个学者 而那个 王岐帆呢 不一样 到底是老的辣啊 没有这个金灿荣这么样的一种语言上的那种 嚣张啊 这个 王岐帆的语言呢 相对的谎合 他借助的很多的是这种 专业上的一些术语 来来谈 跟习近平小气厉害 告诉习近平哪一种方式实际上更好 所以 金灿荣和这个 王岐帆呢 分别代表着这个中共体制内一冷一热两头 这是这是一个情况 那么那个金灿荣呢 给习近平资了三招 三张王牌 对呀金灿荣给习近平资了三招 他 叫做两张小王 一张大王 小王是什么呢 小王是 中国垄断全世界95%的稀土 那么呢我们用打稀土牌 美国呢 也有稀土 但是呢他说美国人要 把稀土 开发生产出来 这个周期呀 好几年以后了 日本呢日本的稀土呢日本没有 日本发现了新的稀土那我我看到的事好像是我全军先生节目正要听了啊说日本没有啊 这个美国有美国有啊 这是第1张小王 那么第2张的小王呢 就是国债 就是国债 这是第2张小王 他说这个中国持有两万亿美国国债 只要中国在国债上做一个中国文章 就把美国吓死 就不得了了 你看200 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美国国债三个月卖不动 中国政府 利风而上 买了这个国债 让美国活过来了 如果那个时候中国落井下石美国就惨了 这是他说的啊 这是两张小王 那么大王是什么呢 就是把美国 公司在中国的 市场 给断掉 这是他的认为最大大王 他他举了个例子 中国完全可以下手把苹果的 在中国的市场 彻底 毁灭掉 这是他的最糟的最狠的一招 好像这个 苹果呢可能也预感到这种危险啊 上个这个 上周苹果呢 创下去年12月下星以来最大的周线跌幅 嗯 一周苹果跌了6.88% 6.88 所以苹果啊是在这个中美贸易战中呢他感受最 最这个 最灵的一个一个这样一个他经常面临的中国这个市场 对他的报复 嗯 他在中国的这个 所以说金昌荣威胁了他 苹果威胁了好久了不是这一次威胁 威胁了好久了 所以说这次贸易战打下去苹果会不会离开中国 还真的很难说 这个因为中 上次跟日本关系搞得不好就炸日本车 跟韩国搞那个导弹之后把韩国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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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超级市场给给给给抵制 就韩国人撤了 那现在跟美国关系不好他又开始抵制这个苹果 所以说呢这些资本家在中国这些做生意是真的不容易了现在是 然后呢 黄其方的事情 黄其方的事情呢 刚才我们导播 放那张图放错了现在可以放出来就是这个中国的鸽派 出场 那么呢这个鸽派人物呢 他讲的是 哪几个呢 这篇文章 他点了好几个人 一个叫做这个 张牧生 你知道这个人吧 张牧生啊 是在西藏 当过这个 一个地区的 这个地位书记 什么 后来是中国税务杂志的社长 他跟刘元 他的关系非常好 所以在这个薄熙来事件以后 张牧生好像跳得比较高 但是应该也退休了 突然就安静了 但是在红二代里面他属于一个比较胡耀的人物 对对 胡耀平他们好像关系都还不错 这是好久没有 就是在薄熙来留言那些事件之后他基本就安静了 那么这次他又出来了 他这个 他说中国过去几年来过于任性 未能认识到中美在很多领域存在巨大差距 他认为中共领导人需要进行某些政策调整 但没有进一步说明 这是这个媒体 报道的 这样一个鸽派人物之一 另外一个鸽派人物的就是这个央行前行长 李若古 他说这个中国需要更多的了解美国的想法 调整对美的政策 中美关系是中国与西方世界整体运行的基石 如果管理不好的话呢会影响到 我们与其他发展国家的关系 这是我们需要仔细思考的地方 这是这个这个这个报道里面提到的人物就是说这个鸽派 实际上鸽派的最有名的是另外两个人物 是房西方 和楼继伟 另外实际上还可以加上动用图 这几个人应该比这些人影响更大 那么房西方最近的是连续的 有一系列的一个讲话 被人们抖了出来啊 那么呢这个 他现在的这个职务呢房西方现在是个什么职务呢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 在这之前他离开了中国人全国人大财经委 然后本月的10号 这两天谈的最多的是 就是5月10号他的有一个讲话啊在郑州的 全球跨境电子商务 商务大会上开幕式 房西方以中国国际经济交流 副理事长的身份亮相 然后呢 后来又在北京的2019中国云商环境研讨会举行 然后呢 那天正是刘鹤去华盛顿进行第10轮贸易谈判的当天 然后他谈到什么问题呢 谈到是云商环境的国际化 公开化 公开化和法制化 在这之前呢 他还听到了 信息产业的 电子产业的 信息产业 这个 自由化的问题 所以说 这个活脱脱的一个就是说 那个 经济 自由派 这样一个形象 相对来说呢 就是说他这个在前面那个讲话中他是支持川普的三个零政策 这次又谈这个 云商环境的国际化、公开化和法制化 所以说呢 这个在当下的这个官场啊都是唯我独钟的情况之下呢 房西方的这些话 他既有理论啊又大党 说出来而且呢跟当下北京的这个政治的这个潮流啊是立向而动的 因此他的这些东西呢被列为是国派的 象征人物啊 这是这两天 为什么 那这个 房西方不断的被推出来 房西方 在这个 成庆模式里面 他是一个真正的支柱 就是 当时后 成庆的经济出现了高速增长 GDP出现了达到17% 虽然这个里面的水分和危机很大 但他毕竟支持了当年的这个唱红打黑 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讲呢 薄熙来 下台 他还平安 当时大家都比较意外 意外就是说 他在这个过程中间 他毕竟是个技术性的角色 但是这样一位在江波上认为这么如此厉害的角色 中共最后面决定反复了很多次 最近也没用他 原来都还是 据说是总理的或者副总理的人 副总理或者是国务秘书长 都提过 然后到了后来出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职位 叫成庆市政协委员 你说一个成庆市长 下台以后 要么就是退休算了 怎么会搞一个成庆市政协委员呢 我当时的意识 不得其解 那么我是怎么看待 现在这种所谓的阴判和隔判 在这种观点呢 就是美国有一个人叫石冬 对上个我们节目 不是那个石冬 那个印美国人石冬 美国人石冬 就是现在还有法律纠纷 麻烦 这个人呢 长期霸占这个美国的媒体 然后搅动美国的政局 如果你要了解美国政治的丑 鲁炭 一定不能服侍他 但是这个媒体呢 没有几个人真的看得起他 这些媒体呢也没有觉得他提供的很多消息和观点呢 是有多大的价值 但是呢 他这个人 总是喜欢在政治的 这个危机的时候 发出一些特别省人听闻的言论 甚至搅去一些 当行政治人物的一些丑闻 这样的话呢 使媒体一方面看不起他 另一方面要追捧他 因为追捧这么一个嚼屎棍 这是符合老百姓的这种偷窝的心理 也符合老百姓的这种热情 我讲的这个鹰派和隔派 甚至还有人说 习近平在这个中美贸易中间谈判 或者是这种失败 或者是这种危机 都属于其中之列 隔派所讲的话 平常也讲过 但是媒体在这个时候 把他们的话给磕大 放大 放大 有的把它理解成为 是不是这是一个天台方案 是不是来诱惑 美国人 对吧 或者说呢 这一派是代表上海的势力 或者是代表改革派的势力 给习近平呢 施加压力 而鹰派呢 就是 表现出这个中共的一种决心 一种毅力 一种对美国的一种威胁 实际上金灿元这些文章 就是说 早就有了 他就三个王八字 好像已经是很早以前发表过 我没有距离看了 他原来打苹果一直在说 国家也在说 但是这些鹰派呢 他们靠的是什么 华春取宠 靠的是民族主义这种情绪的表达 而这种表达呢 有几种好处 第一个呢 你看金灿元这些人本来是不需要无数的 对吧 他利用这种华春取宠的东西呢 大家都知道金灿元了 对不对 然后呢 他从民族主义中国去得到很多利益 不但有名来家还有利 对吧 上节目还有钱 或者是演讲有钱 写书有钱 甚至还可以 捞到某一个官职 但是他们最大的伤害是什么呢 第一个 使美国和西方认为 他们这些 华春取宠的东西 就是中共的内心的想法 真实的准备 所以他们是中美关系今天恶化的 中国方面最主要根源 就是金灿元和这些 民族主义媒体 这些整天喊喊打打 包括那个几位伪军 所谓伪军就是 什么少将啊 投协 罗元 但是实际上呢 在军典里面没有什么影响力 也没有真正大国兵 整天靠华春取宠 媒体也需要这个东西啊 对不对 媒体我们观众经常有人骂呀 说你们怎么要A上啊 你们怎么上B上你们节目啊 对不对 其实我们做节目一方面并不 一定同意A上节目和B上节目 但是我们需要一个光谱 需要有不同的观点和角度 而且我们也需要收视力呀 对不对 所以中国的媒体和美国的媒体 也暴露出了这个媒体本身的一种 一种列治 这种列治就是 为了收视力 为了观众 诶 你胡说八道吗 我还需要你 所以你们看到 报告现在为止 美国的媒体里面主要始终还有一些激动分子 经常上媒体为什么 不一定是他那个言论真正是符合美国的政策 而是媒体需要这么一个激动的声音 来表现出媒体所谓的 都城光谱 或者说 平衡性 一方面考虑的专家平衡性 另一方面呢 实际上呢 往往省人听闻的东西有收视力 有观众 这就给了 这个死通这样的人在美国这样一个政坛媒体里面 混了这么多年 中国现在也一样 这些人一个意义上都是混混 而且他们这样一种情绪化的宣学 比中共官方的媒体还厉害的那种行为 实际上是伤害了习近平 伤害了当权者 因为他们以民意来 去威胁这个习近平 威胁这个决策者 去做出比较理性的判断 所以这些人呢 真正要是这个 这个按照这个传统的皇朝啊 就是乱成贼子 早就是满门操转了 但是在中国今天这个时候不可能了 今天 习近平下手他没有那么敢下手啊 他也没有那个能量啊 那么习近平不管是谈判成功和失败 离他下腿还遥远的狠了 遥远的狠了 所以我在早几天的点点今天是讲的 双方的鹰派和隔盘都是假的 都是假的 美国的鹰派和隔盘也是假的 中国的鹰派和隔盘也是假的 因为真正的权力就掌握在习近平和川普手中 他们两个人对这个事情有比较理性的平衡 他们这两个人最终为失败成了责任 为成功而享受荣耀 别的人在旁边就是悄悄编骨 讲讲话 你比如说 谈判完了你刚才说 美国的经济顾问 白宫经济顾问出来讲话 我就在想这个问题 中共有一个宣传部 它有一个协调机制 美国川普是草台班子 今天你是教授 你就一下子到了白宫来工作 我一看你的节目不错 陈小平的节目不错 OK 来当幕僚长 对美国来讲是一个 因为他是经过民选产生的一个总统 他有足够的这种 足够权力除非安全部门发现 陈小平有问题 或者是国会认为你有问题 否则的话 有一些东西根本不要通过国会呀 对不对 逻辑不通过国会 对吧 所以这些人的这个言论呢 也有很大的随机性 所以有时候川普觉得这个人不错成为我的一个成员 但是过一段时间不行 所以川普换那个人的 那个速度很快 而且这些人出来讲话呀 人都是这样的嘛 有的人就喜欢 我发布一些影响力 他愿意接受媒体采访 美国没有一个部门说你不要接受采访 所以你这样的话你从阿根廷的会议 你发现了没有 说你12月1号的阿根廷会议以后 这些美国的官员出来讲话 美国人讲的也都不一样啊 贸易代表讲的不一样 财政部长讲的不一样 商业部长讲的不一样 经济顾问讲的不一样 川普讲的不一样 因为同一个事情的描述能力每个人不同 每个人看的角度即算是在同一个房间感受也不同 所以我们观众就需要从多面的角度看待他们的讲话 他未必完全是放风 那么他们的讲话里面有人就强烈一点 有人就不那么强烈一点 有人后面可能有利益集团的支撑 但是从整体来讲 川普总统的权力和权威 并没有因为鹰派和隔派对他的影响 而产生这个偏差 最终的决定还是川普承担 习近平也一样的 民族主义的这个压力 能够遭到自由和民主的压力吗 自由和民主的压力这么大 都被打压了 什么有心示威 正好现在抓黑社会了 正好要收拾你们这帮打杂产分子来 谁敢上街 对不对 让他上街 有时候是故意的让他们上街 真正习近平的势力现在掌握在他手中 政华系统掌握在他手中 现在扫什么 扫的就是公安 扫的就是政华系统 你们在后面倒什么的话呢 谁敢去动用老百姓来反我习近平啊 谁敢在后面去利用黄建帆反我习近平啊 他明天几分几秒就让你没有地方发年了 这是宣传部门现在控制不了 为什么控制不了 因为他也不知道黄建帆发什么东西 有多大负面影响 他也需要评估 如果再经过一段时间评估发现 黄建帆的年论有破坏作用 对习近平的权威有破坏作用 就不要让他讲话了 对吧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这个我们要追究一个领导人的责任 在美国的问题 川普是人民选举产生出来的 最终承担责任也是川普 出了问题拉头是问 习近平 虽然不是人民选举产生的 他自己已经定于一尊了 中国共产党认为定于一尊 所以不要拿鹰派和鹤派来说啥 我们也不要心惊肉跳 一下子看了这个文章 黄建帆是不是代表什么意思 一下子看了鹰派一个什么文章代表什么意思 这些观点 有没有对习近平产生影响呢 有可能有的 但是绝对不是决定性的 决定性的责任就是一个人 习近平 不要拿鹰派和隔派来说啥 更不要夸大习近平现在所去的危机 一个国家付出巨大的对价 而这个当官的不付出代价 皇帝不付出代价的事情多了去了 这个问题呢 并不是说他 能够发生多大的一个作用 房积方和金上荣这个时候成为这个舆论的这个交子啊 什么原因呢就是说他反映从社会大众心里 一部分人呢 指望习近平在这样一个时候 你给我挺住完全冲 你给我死打 那么金上荣代表这样一种心理 黄积方呢实际上就在给他泼冷水 就你不能这么打 你这个你应该是口而止 中美关系你不能搞坏了 而且呢 中美国给中国 这个 引领这个改革开放的方向 这是一部分的观点 那么这些观点呢在平时呢 表达的机会不多 正好利用当下这个时局 这样一个节点 他们表达出来 然后呢媒体呢 也要找带领人 找观点嘛 就把它放大 那么 有的时候呢 这个有的人就认为这是 有个词啊叫中南海听床丝 你就把这个这种声音 泛大到了政治斗争的一个领域 听床丝啊 什么意思 就听床边的 听你的床边的声音 这么畏缩 就是你做这种分析 他说你是中南海听床 中南海在床上发出的声音 然后你就听 对他进行分析这是什么什么回事 这是一些人的评论嘛 但是呢 他确确实是一种社会思潮 这个社会思潮借助于当下这个事情表示出来 那么他在政治上的一些意义 比如说金长荣代表谁 王岐方代表谁 真的不是 我们这些媒体有证据和知识去说的 但至少说明他是代表一种社会心理 有些人是支持习近平有些人是反对习近平的 这是很清楚的